近日有网友曝光在某话剧院偶遇晋东的照片 许久不见的晋东似乎又苍老不少 照片中晋东戴着黑矿眼镜 打扮低调 他与两位友人一同现身北京某话剧院 中途看见熟人 晋东还专门起身握手 相当的随和 不得不说 晋东真的老了不少 满头都是白发 而且走路的时候身形都苟漏着 曾经的男神如今也难抵岁月的清洗 着实令人唏嘘 晋东外出看话剧的照片曝光之后 引发了不少粉丝热议 有人称 差点没认出这位满头白发的人是晋东 还有人说 晋东是圈内最好的演员 期待他更多的作品 据悉 现年45岁的晋东为观众带来过无数优秀作品 比如《欢乐颂》《我的前半生》《伪装扯》《精英律师》等 而且还经常演霸道总裁类的角色 可能是这种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导致晋东如今的口碑变差 有很多人都吐槽 晋东演任何剧都是同样的感觉 相当的无趣 而现在的晋东除了是演员以外 还解锁了很多新身份 他是中国煤矿文工团副团长 中式斜演中委副会长 民盟北京市委主委 还是刘浩然的领导 前段时间 晋东出席民伟换届大会 穿着西装的样子 一身正气 十分有领导风范 事业上红红火火 晋东的家庭生活也非常的幸福 他与演员妻子李嘉在多年前就已经结婚 结婚之后 李嘉彻底退出娱乐圈 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结婚没多久 李嘉就生下了大儿子 之后又生下二儿子 一家四口的生活非常的幸福 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李嘉自儿子出生起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前段时间 李嘉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为二儿子庆生 并希望孩子可以体会到成长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 言语之间充满爱意 令人动容 另外 他还晒出了一张近照 照片中李嘉和老公晋东一样满头白发 脸上的皮肤也没有以前紧致了 他的鼻子被小儿子紧紧地压住 母子俩互动的方式着实新奇 平常有时间他还会带着两个儿子外出逛街 母子同框的画面格外地温馨 祝福靳东及其家人往后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好 期待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晋东王晋松片场半嘴玩闹 卖力背起对方 兴奋大笑 私下形象反差大 近日 晋东主演的电视剧 官方晒出了一段演员们在片场玩闹的花絮 其中 晋东和戏谷王晋松的互动太搞笑 两人在剧组可谓是相亲相爱 感情甚好的朋友 引起网友们热议 当时剧组在拍摄一场没有晋东王晋松的戏份 只见王晋松老师蹲在角落里 摇晃身体特别可爱 而晋东则是站在王晋松上访 一脸呆萌疑惑地看着王晋松 满脑子可能都是 我这好兄弟在玩啥呢 画面特别的搞笑 此外 两人还在片场玩起了体力挑战游戏 晋东背着王晋松向下弯腰 王晋松一边哈哈大笑 十分好玩的样子 一边又喊着 轻点轻点 而当王晋松背起晋东时 晋东倒是没有发出除了笑声之外的叫喊 一双长腿伸得笔直 但在最后的一秒破功 神情痛苦成表情包 不得不说 这两人在一起属实搞笑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 从来没想过晋东和王晋松私底下这么调皮 完全不像荧幕上善于谋划的深沉模样 不过 两人在一起玩闹确实很可爱 甚至还有人调侃他们是我和我的冤种闺蜜 其实 晋东在新剧片场挺活泼搞笑的 或许也是因为和90后演员成意蔡文静搭档的原因 每当成意蔡文静在他面前展示了什么年轻人热爱的语言或是行为 晋东就会化身学习达人 活学活用当下就来 可以看到 晋东面对年轻演员的一脸真诚 当然也会无奈地想原地逃跑的程度 之前和李小冉合作周年爱情剧《临身见路史》 两人在片场拍戏也是欢乐多多 经常在一起拌嘴斗趣儿 还会在游戏上一分高下 拍摄一些亲密戏或争吵戏份时 两人总因为一些角度或者用力过猛 导致画面不美 李小冉还调侃晋东跳舞像发功 四肢僵硬 晋东听完直接笑出鹅叫 哪里还有剧中老干部的稳重气质 王静松老师的可爱更直接 在片场拍摄一段躺在地上屏息的戏份时 结束后 王静松突然直起身 张开嘴 哈哈吐气 一是敬业 二也是真实直接 让现场的工作人员纷纷笑场 后来王静松还在后戏时自娱自乐 一遍嘴里喊着我发功了 一边手舞足蹈 假装自己在施展绝世武功 谁能想到54岁的王静松心态如此同趣 据悉 晋东的新剧虽然适合年轻人主演 但是这部剧里也有非常多的老戏骨的加入 如吴彦书 王静松 张志坚等等 也为这部剧的质量保驾护航 最重要的是 除开众人努力创造出来的好作品 咱们还能看见演员们生动形象的幕后故事啊 接下来说 新一部军旅剧来袭 晋东焦俊燕强强联手 有望在线收视狂潮 如今军旅剧虽藏出不穷 但是深得观众心的作品却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是一些披着军旅剧外衣的偶像剧 上演着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 如《爱上特种兵》 《和平之洲》等剧播出后 无论是热度还是收视率都差强人意 据悉 又以新军旅题材剧《海天雄鹰》来袭 晋东焦俊燕强强联手 有望在线收视狂潮 《海天雄鹰》主要讲述了 为中华主持的第一批试飞员选拔即将开始 特级飞行员于陵云技术高超 战绩出色 在一次任务中 于陵云凭借其精湛的技术 成功将外军战机驱除我国领空 得到领导的赏识 从而获得此次试飞候选人的资格 并进入试飞大队 面临重重考验的故事 《海天雄鹰》是由圈内著名导演刘嘉诚导演 亲自上阵指导 对于刘嘉诚导演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他曾指导过多部家喻户晓的作品 如《情满四合院》 《高粱红了》 《正阳门下》等腾 大家都知道 刘嘉诚导演十分擅长年代剧 此次是他首次走出舒适圈 挑战军旅剧 想必别有一番风味 值得期待 另外还有编剧《朱秀海》 同样也是圈内大名鼎鼎 像《乔家大院》 《城中堂》 《波涛汹涌》等剧播出后 且获得大众的喜爱 时至今日 依旧被大众津津乐道 值得一提的是 朱秀海编剧和刘嘉诚导演 在之前就曾有过多次合作 此外两次金牌主创联手操刀 海天雄鹰 无疑是给观众吃下了一颗定心碗 剧情方面大可放心 质量妥妥的有保障 除此之外 海天雄鹰在演员人选方面 也是精心挑选 既有实力与颜值并存的 近东和焦俊燕 还有实力派戏谷王霄 为该剧增添了更多看点 近东作为国家一级演员 曾出演过不少优秀作品 像正在热播的底线 谍战剧《伪装扯》 都市情感剧《我的前半生》 等剧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焦俊燕的演技同样不错 出道至今塑造多个经典角色 从《遇见王力川》中 纯真朴实中又有点小俏皮的谢小秋 到《法医秦名》中技术高超的 法医助理李大宝 再到《路山之歌》中 乐观坚强 技术过硬的金燕子等角色 都演绎得淋漓尽致 深得观众喜爱 王霄可以说是 圈内的黄金配角了 各大爆款影视作品中都有他 对于王霄的演技 大家毋庸置疑 身为新二代的他 从小受母亲王富丽的影响 对表演有着真诚的热爱 角色塑造性极强 既演得了职场精英 又演得了凶神恶煞的大反派 不知这次 他将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惊喜表现呢 除了以上三位人气和演技齐飞的 实力派演员加盟外 《海天雄鹰》还聚集了 李佑斌和侯勇两位劳戏苦 众所周知 李佑斌和侯勇两人 一直以来都是军旅题材剧的 御用男演员 此次两人强强联手 想必会更加精彩有趣 期待两人在剧中的精彩演绎 开始整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